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 今天外边下大雪 我呢 这会儿要去到学校寄儿子回来 咱们一起到他学校去看看去 好了 我们现在到了约克大学 令人意外的是呢 在校园里头啊 看到了很多加拿大鹅从南方飞了回来 可以想象这个冬天呢 大概已经快要过去了 春天就不远了 这就是儿子所在的修理科学院 他的Building Simon修理科Building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 修理科学院的全称是修理科School of Business 学院创立于1966年 创立之初 学院叫做约克大学行政研究学院 1995年 Simon修理科 捐给学院1500万加币 学院就以他的姓氏命名 改为了修理科学院 2003年 学院搬入了现在的 Simon修理科大厦 修理科学院设立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 包括PhD MBA EMBA 和一些国际的学生项目 学院自成立以来呢 已经培养了将近三万名的毕业生 他们在90多个国家的著名的金融机构 和一些公司工作 在那里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 学中的修理科学院 银庄素果 宁静优雅 别有一番情趣 可以想象 当春暖花开的时候 子藤爬满校园 那将是一幅多么迷人的画面 修理科学院有着极好的声誉 近些年 多次被经济学界著名杂志福布斯 和经济学家杂志评为 加拿大No.1 Business School 这也是他们学生引以为傲的一个地方 它是约克大学的旗舰学院 有人说 约克大学之所以能位列 加拿大一流大学 全靠了修理科学院 如果没有修理科学院 约克大学将会沦为 加拿大二流 甚至是三流的学校 当然了 这都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修理科学院 是一所特别不错的 Business School 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 儿子能到这里来学习 我们也真的挺替他高兴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云味生活 刚才把儿子接回家了 他告诉我想吃鱼香肉丝 好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道四川名菜 鱼香肉丝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用的食材 里脊肉 300克 我是从Costco买的 一般我会买一条整的里脊 切好以后 放到冰箱里边 以后就可以用 皮鲜豆瓣 5克 在这个地方的中国超市都能够买到 葱一根蒜两瓣 姜再两到三片 胡萝卜一根我们会用100克左右 青椒半个100克左右 水花木耳200克左右 首先里脊肉切丝 放入碗中 放入半勺 淀粉 一勺生抽 拌匀备用 胡萝卜 削皮切丝 放入碗中 备用 青椒 横刀切丝 这样把这个 它的纤维给切断 这个青椒 就口感就比较嫩 放入碗中 备用 木耳切丝 放入碗中 备用 加削皮切丝 放入碗中 备用 蒜 蒜切末 蒜切末 放入碗中 备用 葱切末 放入碗中 备用 下面我们用部分葱末蒜末调制一份芡汁 备用 生粉 生粉 半勺 生抽 半勺 醋 半勺 糖 少许 这个糖在这里是做调味用的 不能多发 水 80毫升 放入碗中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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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用 锅中放入少许油 把切好的胡包的酥 青椒丝 青椒丝 和木耳丝 翻炒一下 大概一分钟左右 盘 盘 炒烤 煮 盛 盛 炒烤 盛 锅烧热 放入油 首先放入姜丝 切好的 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剩余的 葱末蒜末 继续翻炒 炒出香味后 放入豆瓣酱 切豆瓣 翻炒 炒入鸡肉 翻炒均匀 大概1-2分钟 炒炒 鸡蛋 好了這個肉已經變色調了 這時候我們倒入剛才調好的餡汁 翻炒均勻 放入一處理好的青椒絲 和這些木耳絲、胡蘿蔔絲翻炒均勻 好了,可以煮鍋上炒了 一道美味的魚香肉絲就做好了 這個味道實在是很誘人,我得嘗一嘗 味道鮮辣香非常不錯 建議您在家裡用我們接下來的辦法自己試一下 味道肯定也錯不了 好了,今天我們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訂閱點贊我們 如果您有什麼建議或者什麼問題,請跟我們留言 感謝您收看雲味生活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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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